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你们最近好吗 我希望你们过得特别好 今天呢 在模拟人生4的游戏玩法中 我决定呢 提前开启一个新的篇章 城市生活篇章 那这个视频呢 是第二季第一季的前传 主要是讲关于 我在模拟人生城市生活片中 创建和设计模拟人生角色的过程 和心路历程 我将介绍他们的性格 以及人物之间的基本关系 那当然呢 到目前为止 我们有八位模拟市民 分别住在一栋楼的三套公寓中 而这三套公寓都位于 麦地纳公寓大楼的顶层 我之所以选择这座高层住宅 是因为这里的景色优美 而且当时是正巧有三个 可供选择的单位 符合我对人物数量的 accommodate的期待 除此之外呢 我还会设计长辈的这一部分 你们将会在随后的篇章中 看到他们的身影 那我们的第一位创建的模拟市民呢 他的名字叫 Fan Yeah that's my name 就是以我自己为原型 但是当然也有许多的一些虚构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说呢 我们不要随意完全带路哦 Fan是东亚人天蝎座的IMFJ 他平时其实个性是非常随和的 喜欢画画 喜欢和艺术相关类的一些创作和工作 喜欢吃美味的食物和朋友一起分享 一起聊天谈心 他同时也是一个看淡冷暖的人 他对待他人是一视同仁的 在脑海里面没有任何的偏见和传统观念 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系统 他有他自己的一套为人处事的态度 并没有水波主流 他之前在英国读了博士毕业后 回来想做自己的事情 因为他常常去思考 该怎么样去过真正属于自己的一个人生 如何去做才能让自己真正的快乐 那同时范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女生 她是第一个提出和她的大学室友和朋友 一起买房居住的人 所以她邀请了她的好友和好友的好友一起商量 他们其实都非常喜欢这个提议 所以现在她和她的另外三个朋友 都住在这栋公寓里 范的母亲虽然现在目前不住在这座城市里 但是她的partner的长辈住在隔壁的那栋大楼里 偶尔大家一起周末回去探望长辈聊聊家常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在创建人物的过程中 我其实下载了一些mods 不管是makeup还是skin details还是tattoo 那这些细节会让人物整个的逼真感往上提高好几个档次 让我比较觉得特别有趣的是 她有创建黑眼圈的一个模具 还有牙齿 那虽然平时你看不到她们 就是把嘴巴张开来说的话 看不到她们的牙齿 但是我觉得这种设计非常的realistic 我还下载了很多hairstyle mods and eyeshadow and lipstick mods 我觉得这些是非常有必要的 尤其是在当你创建女性角色的时候 那我的一个想法是 开始为什么要录这一个视频 是因为首先我想让大家知道 我创建角色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第二点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的疗愈 然后我会沉浸其中的那种感觉 那我希望大家也有同感 关注一下 我让大家看到你的眼睛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他们的印象 也是有一个测试 所以我们下载了 我们下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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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燕是双鱼座ENFJ 燕是一个接受度非常高的女生 大气、大方得体、热爱体育、热爱学习 学习成绩优异 从初中的时候就和范认识 那个时候他们关系是非常亲密的 燕的父母和燕经常邀请范去他们家玩 燕在上海读了大学之后呢 就去了日本留学工读建筑专业 本来是打算回国发展的 但是在前几年两人又开始有了微信联系 在得知他们现在又住到西安市之后呢 他们就决定要住在一起了 虽然燕从小呢就有轻度的哮喘 所以说她的lifestyle is very healthy 目前燕她十分喜欢健身 并且时常对着镜子练习单口相声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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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是范在大学里面认识的好友 起初呢 他们其实并不相识 因为不在相同的科系里 是一场party的聚会 让他们彼此相识 杨茜是一个非常善良正直的人 他是雷斯 她有个哥哥 杨茜 是一场早就要看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制作人数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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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模拟人生的玩法演绎是多元化的 对各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不同的取向 不同的名称指代的人 对各个不同的种族国籍的市民接受度极高 可以说是100%到1000%的接受度存在 我们欢迎不同的市民来到我的模拟人生大家族里 开展不一样的精彩故事 那这一位可爱的女生呢 名字叫Nina 那她的男友呢叫Nino 他们是一对非常恩爱的情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接下来来要介绍的这一对来自法国的姐妹 Nia和Nini是一对非常sweet的姐妹 他们住在番的隔壁 他们的职业是艺人和歌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差不多一个基本的人物介绍和设计就到这里 那现在我想给你们完整的去看一下 整个人物的一个形象 这些人物的一个形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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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